最陪伴式的线上课程 还五折优惠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支影片一次讲给你听啰 什么是陪图班 要进步最大的阻碍 就是没有计划和懒散 所以呢 我规划了24周的学习课表 让你每周按表操课 而且呢 每周四晚上还会陪你在zoom上复习 还有练口说 那这些都是免费的加值服务 这下你没有借口懒散了吧 陪图班都在聊什么呢 我会另外制作上课的教材 抓出当周文法的重点 并将这些文法 结合到你的生活当中 用出来讲出来 比如说呢 在复习形容词子句的时候 我会让同学选一位身边的人 用课堂交道的形容词 来描述这位家人或是朋友 那交道过去式的时候 我会请大家翻出手机里的相片 说说当时你在做什么 我会请大家轮流开麦克风分享 或者是做小组的讨论或是分享 有了同学的互相陪伴 还有机理大家都更勇敢的打开嘴巴 说英文啰 同学们上完课后的感想是什么呢 我都是成年人了 还适合上吗 这门课程就是设计给成年人的课程 我有很多学生共同的特性 就是学生的时期 学英文学得很痛苦 或是没有学好 所以呢 一离开学校后 我就马上逃离英文 但是工作后反而后悔了 想要好好的从头学英文 如果呢 你也像他们一样的话 来来来来来来来 全部收编到我的班上来就对咯 学英文哦 永远不嫌晚 家里有国高中生适合上吗 国高中生的家长 通常比较在意的是拼成绩 但是我的课比较着重在 稳扎稳打的口说练习 而且是感受英文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呢 这个学习过程哦 是会需要时间的 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到成绩的提升 所以家长如果可以放下这个成绩表现的话 也许可以让你的青少年小孩 来试试看咯 小学生呢 适合上吗 其实还蛮出乎我意料的哦 我的陪读班上倒是曾经有五到六个国小生来上过 本来只是他的爸爸或妈妈在看影片上课 小孩跟着看 没想到跟着看啊看啊就看出兴趣来 然后就一起加入了陪读班 其中有两个小女生甚至还连续跟了两届的陪读班哦 所以呢 如果你的小孩不排斥 跟一些叔叔阿姨们一起讲英文的话 都欢迎加入我的陪读班咯 要怎么报名陪读班呢 诶 其实不用报名哦 只要你购买课程就自动拥有参加陪读班的资格了 所有的救生或是新生都可以加入 而且无限次参加陪读班 直播有固定时间吗 可以补课吗 zoom直播固定在礼拜四晚上的八点 上课影片都会上传到脸书的课程社团 没上到课的人也可以补课哦 限时五折方案是什么 你可以用五折购买有观看期限的课程 课程权限为9个月 那期限到期后你也可以用续购价取得永久的权限 这个优惠直到7月31号哦 那我们就课堂上见咯 想要了解更多请看首页Bio的连结哦